总结上文,劝佛弟子行菩萨道要修这个四安乐行 我,佛自称,灭度后,有释迦牟尼佛入灭以后 那么正法相法乃至末法 凡是要修行无上佛道,要求成佛道的人,求佛道者 如果你想要得到安盈,很平顺,很自在的 来自利利他,同时能讲说法法经来利益众生 所以欲得安盈,言说诗经,能够很平安,很稳定的来自利利他 尤其讲说这个法法经来利益,利益所有的众生 那么你应当要清经啊,如是四法 要好好的学习前面讲的四种安乐行 诗法,有前面讲的四种安乐行 生安乐行,口安乐行,义安乐行,跟这个诗愿安乐行 应当从这个诗安乐行来下手 出一些菩萨道的人,都应当要先做这个诗安乐行的功德 把它修成就了 将来您才有这个能力啊,圆成这个究竟佛道 下文是第二端 举三报一切 说明依法法经修学 能够转现报 那么转现报的月报 能转身报的月报 能转后报的月报 果报有三种 现是现身的果报 生来生的果报 后未来又未来生的果报 那么依法法经修学能转这些果报 所以叫做举三报与签 也叫做由此 这个三丈能够得到清净 烦恼障 业障 暴障 都能够消除清净 我们平常回向 回向句里面说 怨消三丈诸烦恼 三丈里面烦恼是第一 那么你依法法经修学 三丈都能得到消除清净 那么这就是能够转众生的三种夜报 所以叫做举三报 以千 那么因此就分成三段 第一 报障 转 转现报 暴障 就是现在的果报 现在我们这个夜报身都是叫做暴障 我们这个身体就叫做暴障 过去身所造的人身的业力成就 月阴成就 转身到今生就做人 做人这个果报 你这一生或苦或落 那么这个果报情况如果是苦报的话 你依法法经修学能够使你这一生 这个苦报转清 那么转成安乐的殊胜的功德 所以叫做由现在的果报转成在现报当中 能够离苦得乐 所以叫做暴障 转 转现报 这是现身的果报啊 如果有苦恼 有你依这个法法经如法修学的缘故啊 能够使你这个苦的暴障 转过来 在现身当中啊 能够减少这个苦报 所以经文说 读事经则 常无有脑 又无病通 颜色选白 读经 就是读这个法法经啊 您如果能够发现读中法法经啊 常常心地安乐 身心自在 不会有愁 不会有苦恼 常无有脑 经常得到没有忧愁 没有烦恼 很安乐的过日子 那么在现实当中啊 没有刀杖 种种的苦呢 刀杖不佳 玛丽不治 那么身心都得安乐 那么就是因为您 能够依法法经的修行啊 使你身心安乐 使你现在的果报转过来 免去有所痛苦的情况 得到身心安乐 不但如此 又无病通 假如你过去生三业中 今生的病苦很多 假如你能够好好的受持读读 用法法经啊 能使你的病通啊 能够消除啊 那么使你现在身心得到安乐 啊 那么就不会有病苦 病都是过去的 所造的业 所感的 假如没有受病的业 那你今生不会有病痛 今生有病痛 那就是因为你过去生 所造的 尤其这个杀害众生 伤害众生的业力 做得太多了 所以会遭受到今生病苦多 寿命短 啊 这个在华严经二地评 说的很详细 还有十善业道经 都有详细的说明 受持法法经 能使你病苦减少 而至于无啊 这是只要你真正发心 是有很大的功德啊 那么在这个法法经的感应录里面啊 有很多的记载 受持读诵法法经 能够使现在的苦恼啊 减经啊 转少 使他身心安乐 没有病苦啊 颜色显白 这是说呃 内心有功的 外表 相貌 也就装严 啊 年 颜貌 色 啊 是指这个 颜貌的 呃 这个外表 看起来的颜色 啊 像貌 显白 是表示清净 装严 新鲜 很清白 就显示你的外相 都会转成 很清净 装严 啊 在这个感应录里面往往有受持读诵法法经 使他的身心安乐啊 啊 那么由此感到他的外表相貌都庄严起来的啊 啊 那么这种情况在这个感应录里面都有记载 像从前随朝的智者大师啊 他由读诵法法经不但是开悟啊 那么得到无碍辩才 相貌 庄严 人称为东方的小世家 那都是以受持读读诵法法经的感应 啊 那么所以他现在 献报本来苦恼的都转成安乐 使他身心得到安乐 这是转现在的暴障 啊 转成现在的好处啊 本来果报中可能遭受很多苦恼 现在都没有了啊 都得到身心安乐 这是受持法法经 现在的果报 第二夜报转 转生报 生来生 第二生 这一生死了之后再到第二生 啊 那么第二生的夜报啊 就是看今生你所做的 今生所做所为的 感到来生的果报 那么呢 你今生既然能够受持读诵法法经 啊 能够义法修行 那么你来生的果报的夜报啊就转过来 呃 夜上转 呃 这两句转啊 转身报 来生的果报 不会生在贫穷之家 啊 那么受持读诵法法经 那你转身就据受这个功德法财啊 啊 既然有功德法财来立即一切众生 那你就不会贫穷啊 不但是世间法上的贫富裕啊 在佛法里面 那你一记住功德法财 也就不会穷了啊 啊 被贱 被列 下贱 这类的家 你不会生在这种的情况 的家庭里 那么因为你已经生如来家 处处称尊 啊 那么你依法法经修学 你就已经生在如来之家 生在佛家 既然你生在如来之家 如来之家没有贝贱啊 啊 如来之家是最尊贵 最殊胜 所以叫做 不会生在这个贝贱之家 这个这个不生两个知识 一直灌下来 不生贫穷 不生贝贱啊 也不会生在这个楚漏之身 丑陋 就是相貌很丑啊 长得很丑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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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批裂 相貌很丑又很裂 哦 那么世间上的人 呃 呃 丑到什么样子啊 呃 那么你继续观察 所有的人你观察一下 也可以知道他是不是丑陋 呃 是美丽还是丑陋 那么实际上啊 这个最丑陋的人 我们还不容易看到了 啊 呃 这个二门很高 很高 呃 这个头发都在后边 前面看过去 对面一看了 看不到头发 看不到头发 哦 眼睛很大 啊 还就望里 望里 呃 这个 望外生 这样子啊 所以他这个如果是流泪 不会掉到这个啊 吹飞来 那么因此举说苏东波啊 呃 做了一个诗啊 呃 来批评他的妹妹啊 他说天高地阔啊 路三千 这是比他的这个二头 天高地阔 哦 这个二门很宽啊 呃 天高地阔路三千 遥望云峰 萧汉间 呃 云峰是指他的这个句啊 头发 头发 因为望前看了 看不到这个头发 看不到 看不到头发 遥望云峰 萧汉间 好像要看天一样 看不到他的头发 呃 因为他的这个脸呢 是突出的 眼睛如果流泪啊 流不到这个 呃 吹飞 呃 倘若想似流下泪啊 一年流不到湿边 啊 万一想到什么事情要流泪了 痛哭了要流泪了 他这个 我们平常泪一流就到这个地方啊 啊 可是因为他这个地方突出来了 突出来了 倘若想似流下泪 要流泪 要哭的时候啊 他这个泪流出来 就往这边往啊 没办法往下流啊 他一年流不到这个诗边 一年流不到 嗯 苏东坡 把自己的妹妹这样开玩笑 实在是太不倒的 呵呵呵 是不是事实不得而知 啊 不过我查遍苏东坡全书 没有这个诗 没有这个诗 是不是后人摘他的不得而知啊 不过这个诗也做得非常之好 我这个这个诗 我是从宾宗法师那边听来的 不是我造的啊 我二十岁听宾宗法师讲这个地藏经的时候啊 他讲的那个丑陋 他就讲这个丑陋两个字 他就说这个诗 嗯 不过那个时候他讲那些火罗我呀 呵 我是客家人 我很奇怪 他也能听懂的啊 嗯 念客家话很好听啊啊 天国提法路上前 有梦远风 有梦远风 同样像是水哈内 一眼流不得十遍 好极 哈哈 非常之好 呵呵呵呵 我这还是我的家乡法 嗯 那么讲国语啊 总是 嗯 傲强傲强了 呵呵 怪怪 没有那么好 有的时候很想要把这个诗念出来呀 就是念不出来 因为没有读伯佛摩佛 啊 从前念到阿一威欧 现在拍不上用场了 那么这是说 你如果受持读诵法伐经 哎 你转生 呃 来生啊 向好庄严 身在富裕之家 呃 那么不会有 呃 身在这个贫贱 呃 贫穷啊 贝贱啊 丑陋啊 不过有这种现象 呃 可觉现在相貌庄严的 都是过去受 受制法伐经的 像我的相貌不庄严 就是过去是没有受制法伐经 好的 没有像苏东波的妹妹还好一点 呃 这是第二 业障转 转申报 第三 烦恼障 转 转后报 后报啊 是第三生以后 前面的申报是来生 啊 就等今生再过去的第二生了 啊 那么后报就是第三生以后 一直到未来 那么有了烦恼你就会造业 造业将来就会受报 呃 你把这个烦恼上转过来 呃 所以叫做烦恼障转转 转后报 经文有两段 呃 第一 别名三烦恼障转 第二 总名一切烦恼障转 众生 八十天中的烦恼很多 呃 根本烦恼有三种 就是贪嗔痴 先分别说明贪嗔痴 三种烦恼障 先转 然后总说明 所有的一切烦恼 无论是根本烦恼 谁烦恼 一切烦恼 通通都能转过来 所以叫做总名一切烦恼障转 现在先说明 第一 别名三烦恼障转 就是贪嗔痴 是三种烦恼 先转过来 啊 那么因此就分为三段 就越这个三障 就分成三段 啊 就三种烦恼障 第一 贪嗔转 第二 称障 转 第三 吃障 转 开头四句 是贪嗔 转过来 贪 是众生的贪心 啊 贪嗔痴的贪 有好的 你看到 你就会贪 啊 贪嗔 先转 转过来 以后你生生世世 就得到安乐 你能够如 按照法法经的 如法修行 那你就不会 对世间法 太过于贪着 没有贪心 那么贪嗔 就会转了 转过来 众生要见 如目显身 天诸同志 一位给死 这四句 就是转贪障 啊 没有贪心 众生看到 生欢喜心 因为你做如来事 啊 所以众生看到你 都是生欢喜心 要见 爱要 欢喜看到你 啊 有些人 人一看到 就生欢喜心啊 这可能他过去 生就修法法经 啊 人家一看着生欢喜心啊 啊 那么所以 众生要见 看到这个 怎么喜欢看你 如目显身 看到你好像 仰慕圣贤一样啊 啊 所以啊 因为你做如来事 那么 那么因此 众生看到 生欢喜心 好像看到 圣贤一样 天诸同志 一位结实 那么诸天首富啊 天同都来做你的实责 来帮助你 付持你 所以天诸同志啊 一位结实 这就是转贪障 那么就是说你一方法经 修行 没有贪心啊 那么因此贪障 就会转 得到这种 殊胜果包 那么 称恨障 转 我们休息 十分钟再讲啊 祝福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生命电视台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都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1996-5232 1996-5232 护明生命文化基金会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举办共修法会 日期2月19日星期六起 时间每周六下午2点至5点 修持不动佛仪轨 恭送月葬经吉祥文 恭请战性法师领众 联络电话 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佛教慈悲至业基金会台南分会果栋花课程 日期3月26日星期六 时间下午5点到6点 力宏老师线上教学 联络电话062716616或062716612 062716616或062716612 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二段345号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瞻法义 共募佛恩 配合防疫措施 参加共修 敬请佩戴口罩 两体温 某日早晨 居住在云南景洪市城子村的村民们 都听到从后山的深沟里 传来大象的吼叫声 诶 你听到了没 这是什么声音 应该是大象的叫声 好像是从后山深沟里传来的 可是这头大象的叫声 和以往铁象群活动时 所发出的叫声不同啊 嗯 而且吼叫的地方一直没变 如果不出所料的话 那头大象肯定出事了 我们去看看吧 好的 我们一起去看看 平静眼 村民们猜想 肯定是有大象发生意外了 几个胆大的村民 冒着可能被野献群攻击的危险 走进入森林一探究竟 你们看 它在那里 啊 真的就在前面 深达二十七米的山谷中挣扎着 身边还守着一头右下 这头大象好像是意外跌落进山谷的 看样子啊 它伤得不轻啊 我们得赶紧救救它 可是 以村民们的力量 是无法把大象从谷底营救上来 于是 便报了警 下午两点左右 接获报案的西双板纳 歹族自治州森林公安 林业和自然保护区保护人员 都赶到现场了 要想把这个大家伙救上来 可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啊 是啊 它的叫声越来越虚弱了 如果不赶快想办法的话 恐怕这只大象就凶多吉少了 野象群 大家要小心点 快 你们快从这里撤离 如果野象群真的来了 那就危险了 对 你们赶快从山上撤离 拯救大象的事就交给我们好了 好 你们可一定要想办法把大象救出来啊 你看它的孩子 还依偎在母亲身边 看起来好可怜 放心吧 这里就交给我们好了 然而到了下午四点左右 救援人员发现那头母象已无动静 你快看 那头大象已经好久没有动静了 是不是已经死了呢 啊 我们快下去看看 等救援人员下到谷底时 那头小象一见到有人靠近 立刻显得焦躁不安 马上离开母象 在附近跑来跑去吼叫着 小家伙 不要害怕 我们是来帮你的 这头小象估计出生不到三个月 它完全不可能有野外采石植物冲击的能力 它跑到森林里肯定会被饿死的 那快把它给追回来 哎 它已经死了 我想它应该是知道自己已活不了多久 所以才用叫声把我们吸引过来 想让我们帮着照顾好它的孩子 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啊 我们无论如何也得找到那只小象 从十五日小象走势的当天晚上开始 西双版纳州林业局 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和森林公安局等部门 就组成上百人的搜寻小组来寻找小象 就在小象失踪后的第九天 浦文镇的城子村口突然传来喜讯 有村民在距离母象死亡山谷一公里多的村民玉米地里 发现了这头饿得奄奄奄奄奄的小象 快来人啊 那只小象在这里 说来也奇怪 这次当小象看见有人靠近时 竟没有惊慌的感觉 而是主动向人靠近 就在村民伸手轻轻摸了一下象背时 小象的眼角竟然不可思议地流下了眼泪 他似乎在请求我们帮助 可怜的小家伙 小象终于受到林业部门的救治 林业站站长布满八岁的儿子 听说小象已经八天没有喝奶了 马上就从家里拿出一些鲜奶 要跑去喂他 为了方便治疗和救护 当天下午 这头小野象就被孕底位于野象谷中的中国西双版纳 野生亚洲象肿源繁殖基地内 这只喝饱奶恢复了体力的象宝宝 也开始显出它顽皮的本性 动物和人是可以和睦相处的 母象坠落谷底后 为了让自己的孩子有所依托 便试着大叫向人类求救 而人类也没有辜负象妈妈的托孤 成功救助了小象 这就是动物与人类和睦相处的最好例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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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